通过儿童戏剧能够让更多的小朋友和家长看到 让小朋友逐渐地认知自己 认识角色 然后从中开发自己 让自己的想象力更加地丰富 我没教过这么小孩的这些戏剧员演 然后我也是在琢磨怎么去做 有没有同学可以主动跟小苗老师和小天老师说 我想演什么角色 我选的是一个小螃蟹 我也是小螃蟹 我也是小螃蟹 小螃蟹 我选的是口翠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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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家长我们终于同时出现在一个空间里了 好 这一次我们的课程特别重要 是为我们的毕业大戏做准备 毕业的那天我们要一起在台上演一出舞台剧 舞台剧的名字叫做看我海底村 有没有特别想在舞台上演戏 我想 我想演戏 好 那我们呢掌声有请儿童文学作家雨赖老师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剧本 好 来 雨赖老师 丽恩请 我们好 我们这个剧呢讲的是一个发生在我们的这个看我海底村这样的一个故事 主角呢是一个小螃蟹 是一个一直在海底流浪 他呢想要找一个家园他能够寄居下来 有一天他就发现了这个看我海底村 他走进这个海底村呢 发现这个村子特别热闹 正在举行着一周一次的集会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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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是最可爱的小丑鱼 好可爱 我当然是海底村最帅的 最漂亮的孔雀鱼 这是我的孔雀鱼 这谁演的 不许动 这叫 什么事情 没事吧 这是螃蟹 小螃蟹 是螃蟹 螃蟹 我是小螃蟹 不能让它进村